今年冬天我和男朋友领养一只出生在北大校园里的猫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直到后来 我无意中拍摄到这个镜头 我们是不是耽误你上学了 这还没完 发这个视频主要是想请教一下各位 一只猫是怎么把自己反锁在卧室的呀 你锁了吗 这门没钥匙 鸡丝不好 鸡丝在里面 就 这猫把自己反锁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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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丝丝有可能再把你 等等 既然家里有这么多学霸在 不想学化学的把你锁容了 那我们用铝色 地板没坏了 化学不行还得靠物理伤害 现在说说你们在卧室里面被反锁住了 不是我们在卧室外面被反锁住了 猫在卧室里面 然后你们都是出不去了 我们进不来了 很难接受这个被锁的理由啊 500块钱 我靠 我觉得就是单一锁 500块太贵了 我不能接受 再狗筒一哈 走梯 我进不去 你还靠屎 那边 那边哪个打 就毕竟了 请话两 让鸡丝请话学子 才会被毛锁在门外了 我们就是请话两 对啊 我这样子刚刚就乌坏抬一会儿 要是你耳边有什么 让我就过来 我实际过来 你不许我 请话两 但是乌坏也不许我 让你转 海底斯请话好事 哦 我知道为什么 我是不是北大 为什么 因为我用我北大提的一家 不知道你是清华的 咱的同时被丢脸啊 反正那个门就是被猫翻了 对对对 门终于开了 就这儿 今天锁门有奖励哦 这个是她的奶奶 好可怜啊 麻了 麻了 我恨 我恨 给大家看一眼 这拆下来的锁信 这猫到底是怎么把自己锁上去的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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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怜